心情是關心的這個經驗是在這條民眾來學習 這是嘉義市合作健康兩名領館 坐電腿來受訓 在這條電腿的經濟對講基亞構中 高雄手機也不順和 合格在受訓民眾當中一位是保存 想到我們看 112國際的救助電位並接通告119 在受訓保守時期後 順利比消防領館來救出 該市消防領館這條民眾報案 標示有兩名領館受訓在銀行電腿裡面 小林領館過到家的市合作健康 航員說不買錢發生什麼事 小林領館打開一樓的電腿門 發現沒有電腿想要 趕緊八到二樓找看 用萬人收視一打開門 可能有一名扶鈴跟一名保存收藥受訓裡面 這兩位行員我們到的時候 我們先確定它是受困在哪個樓層 當我們確定它受困在二到三樓之間的時候 我們先安撫它的情緒 因為電梯裡面空氣還是有流通的 不會一時間就造成呼吸不良的狀況 只是它在裡面受困已經半個小時了 又有天氣悶熱 所以它會造成它的焦慮 所以我們先安撫它的情緒 然後用我們的電梯的開鎖工具 把電梯門把它打開 然後把這個電梯的門 那個電源先把它關掉 然後確定樓層打開以後 再把他這個兩名員工把它救出來 航網完全不知道有人受困電腿 主要是因為電腿來的緊急電位構成 加上手機也不適合 讓受困的兩個人完全和外界無聯絡 在裡面受困1.8千之後 最好保全收藥的負仁感 想到可以卡1.1.2 這裡可以脫困 一般民眾他都打1.9或者是1.0 如果信號不好的話 就沒有辦法打通 所以如果真的有碰到 提難的一個事件要求救的話 還是那個呼籲 建議民眾還是優先打1.2 他會自動幫你轉到1.9或者是1.0 相當另外是坐在電梯裡面搜尋 卡1.1.2 可能可以接到最經驗的消防救 1.2是國際基南救助購買 一旦如果是剛才出機也不順好 1.1.2將會連接到當地救援 服務系統 以台灣為例 就怕陰謀會出現0.9 分別代表1.1.0到1.1.9 再試下去就可以說 多數民眾不知道1.2的光靈 後面如果真的突然不幸 需要救援的時候 一定要記到這個河北 救自己一命 先想到民家一起拆放報道